这些老外们一到中国就感叹 不是说好的是农村吗 怎么比纽约的楼还要高 还要新还要漂亮 不是说好的很穷吗 不是说好的落后吗 不是说很乱吗 为什么晚上都12点吗 竟然还有夜市 要说薅羊毛今年对于老外们最大的羊毛 就是中国144小时的过境领先 这个国际大羊毛 老外们不需要办任何的政见 就可以在中国开心六天游 这些老外们一直被西方媒体洗脑 本来是抱着去中国去刷存在感 看看西方媒体所说的 中国这个大农村 到底有多张乱差 到底有多落后 没想到一下飞机 他们一个二个跟发现新大陆似的 甚至表示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目前有相当多的老外感叹 在中国玩六天根本就不够 为了能够多玩上几天 他们耍了小聪明 先玩够六天 然后再飞到中国附近的一些小国 然后再飞回来 这些老外们一到中国就感叹 不是说好的是农村吗 怎么比纽约的楼还要高 还有新还有漂亮 不是说好的 中国人都不友善吗 这些人为什么都很热情善良 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都愿意为我提供帮助 不是说好的很穷吗 那为什么不行街上的店铺 生意都那么好 为什么街上的女孩 都打扮得那么精致漂亮 也没有看到满街流浪汉搭的帐篷 不是说好的落后吗 为什么他们的高铁可以那么快 不管是高铁还是地铁 还是路边的小店 到处都是方便人们出行的高科技 直接扫码或者扫脸就行 不是说很乱吗 为什么晚上都12点了 竟然还有夜市 还人山人海 大家都开心的吃着喝着逛着 那些老外们都在感叹 我被骗了 他们忍不住把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一切 都上传到外网上 没想到这些真实的中国场景 跟外媒描述的中国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竟然成为了流浪密码 让所有被西方媒体洗脑长大的老外们开了眼 原来中国确实是在神秘的东方 被隐藏的中国力量 加上最近被外媒大肆报道的 中国长二六号成功采集到月球背面的月扰 这在哪怕是一直被设为航天科技最发达的美国 目前也是没有实现的 他们就更加对中国刮目相看 很多网友在评论区说 想并计划到中国去旅行 看看这些视频的点击量都非常的高 很多博主表示中国的繁荣和新逆让人不可思议 并在视频里各种夸赞 也让从未去过中国 或者是有近十年没有到过中国的那些老外们不敢相信 认为他们都是被收买了 就抱着去中国揭穿谎言 可没想到一下飞机也入坑了 十几二十几年前的中国跟现在真的没法比 变化确实太大了 那些老外想拍些潮点来吐槽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 只能纷纷加入到大外宣的队伍 一开始这些博主只是去到像北京上海 成都深圳杭州这样的城市旅行 去看风景呢 或者山水呢 就是去像张家界桂林酒寨沟 这样壁去的热门景区 可最近这些老外们开始关注相对小众一点的景区 甚至深入到小县城和农村里面 去拍一些真实的中国农村生活 也是引来了很多老外们在评论区感叹 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 我不知道这个老外是哪个国家的 但是他说说真的这个视频的农村地区 比我国农村地区干净五倍 看他们的路很宽 当地人也很友善 感谢您与我们分享您中国之旅 很高兴看到优质而宁静的乡村生活 一切都那么干净 井井有条 人们是如此的友好和礼貌 不好的事情似乎不存在 我想我会开始学习中文 也许我可以搬到那里 为什么美国不能这样呢 这些话可都是从老外嘴里说出来的 如果是我说的 肯定会引来一堆1450来阴阳怪气 其实真正在这几年 你但凡出过国看过的人 你会发现中国现在发展的 确实是非常好的 如果不喜欢我这个中国人来夸中国 那么你可以去听一下 那些老外口中的中国吧 不要看真的 不收到老外思详 ST 感谢观看